真奏弟弟的刘思琪 硬是带着叔叔驱车三百里 去了大连街头发 做好头发的刘思琪 也到了变形出发的日子 妈妈叫上一家子亲人 来给思琪见景 到那边就没人喂你了 他喂喂叔也不能陪他了 我觉得我姐回来她会 挂挂什么样了 给不太主机了 包换菠菜能自己撕裂了 我的愿望是这些 姐 我送你一句祝福 不认为困难还是什么 一定要坚持一下这种 我要放弃 然后我不要哭了 你怎么回事了 你看 我姐姐更主名这一方面 我们也需要改 那就是随便买衣服 摔门 然后还有脾气不好 暴躁 我希望他以后能好一点 能以后和家人和平相处 老爸 这一次让他好好吃苦啊 咱们都不许自己接他啊 我可以去游山玩水了 他可以滑小船 你还有什么交代 跟你闺女说 你嫌恨给我啊 你嫌恨给我啊 妥嘞 你爷俩一挑心 就你惯的 对 我不好吃 好 闺女干嘛你拿电包你够不够 我呀 这就是一次就麻烦 这个是与容费 你要是冷的时候还可以披生 你知道 这个有装的吗 我妈妈 你别打你别打 我久不久了 不行 有电子 我给你拿 四个呀 四个 四个 四个是备用的行李 这个就是衣服 这个是生活用的会行 你这可以可以 咱我送铁场都送给你去 就是投业能不能投业 他下背机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他这么多箱子 他到地方了就有人帮他拿了 你敢想你都那么好 别拿安琴 我怕你上这里啊 我会给你操過去 我说你怎么这个 好